只是变成你喜欢的样子 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 如果说你在房贷的话 一般其实有分成两种房贷型 那么一般大家最常看到是这种 科目一是属于正常房贷 它同时也是一个购置型的房贷 代表说你是跟银行借钱来买房子 但是还有一种是这种科目四 叫做周转型的房贷 我们先来看看 以正常房贷来讲 你买越多房 你是跟银行借钱 所以你买越多 你可以贷款的成数就会越低 以第一户来讲 你可以贷款来到了八成 但是第二户大约只有七成而已 到了第三户可能剩下四成而已 那么这时候 如果说你刚好是因为继承的关系 或者是你可能因为买房 又要接家长来住 有爸妈需求的关系 你可能要买第二户第三户 你应该要怎么样运用自己的资金呢 那么有专家也分享了这个个案 其实有民众 他确实前面两间房子都在他的名下 那么贷款的部分 大约剩下五十万元左右而已 但是这时候 他有买第三房的需求 应该要怎么办 所以专家就建议他说 其实呢 这剩余的五十万元的贷款呢 赶快动用身上的一些现金呢 把这些前两间房子的贷款呢 统统都缴清 缴清之后呢 等于你就已经没有贷款 这时候呢 你可以用周转型的房贷 把前面这两间呢 你已经缴出去的房贷 这些钱再把它借出来 那么借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买第三间房 而且呢 对于央行来讲 你前面贷款都已经还清了 所以现在你剩下一户而已 几乎呢 在央行的眼中 你就是属于首购族 所以你这一户呢 你还可以用正常房贷的部分呢 你甚至可以带到了第一户的八成 所以类似这样子的状况呢 就被认为说 确实可以让你的资金呢 相对更加的周转 可是要注意的是 有一些条件的审核啊 包含了你必须收入要稳定啊 而且你不能有一些不良性用 甚至呢 在这种周转型房贷里面呢 它的利率也会比较高 一般房贷呢 大约是2% 可是这种周转型的房贷呢 大约要来到了2.7% 可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确实可以让你的资金 更加的活用一点 但是呢 更多的上班族想问的是 我本来就没有这么多钱 我完全都没有这种困扰 我的困扰是 心轻安我如果真的上车之后 5年的宽限期到了 我应该要怎么解决 后面的资金问题呢 那么以心情安优待来讲呢 如果第一间银行 宽限期是给你来到了5年 但是5年到了之后 你发现自己好像资金不太够 应该要怎么办呢 所以现在房仲也说了 其实你可以跟第一家银行 直接解约 当然解约的过程当中 你必须要付几万元的解约金 可是这时候 你就可以找第二家银行 第二家银行要付一些手续费 或者是你跟他买一些理财的商品 这时候你的宽限期 就可以延长来到了 再增加三年 甚至第二家银行时间结束之后 你可以再用商投的方式 到第三家银行 宽限期再增加三年 不过这样的方式里面呢 可能必须要付一些 手续费几万块 而且呢 你的房产也必须 趋势是不断地往上 这些银行才愿意 把钱给借给你 所以大家呢 透过这些活用的方式 也可以让自己的钱 这些房贷变成甜蜜的负担 以上是这节罪行 这些房贷变成甜蜜的负担